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五指指的是什么 阳明 叫阳明子 子就是大学问家才能叫子 大思想家才能叫子 孔子 孟子 孟子 末子 老子 庄子 现在阳明子 以您阳明先生的明德清明之说来通 贯通 从哪里到哪里通起来了 从第一条纲领到最第八条条目 是吧 明明的与天下不是贯通了吗 三纲领八条目都贯通了吧 亦即可得而之意 我听了杨明宁的解说之后 我明白了 现在还是又问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敢问 欲修其身 以至于自治在格物 其功夫次第 又何如其用力于 这里师父有下功夫的先后顺序了吧 叫功夫次第 是怎样用力的 提了这个很设计的 很正确的问题 三纲领讲了儒家的人生境界 三纲领 八条目讲具体的修身的环节 八个条目 这里有一个试地 先后顺序嘛 好 杨明如何回答 也就如何来解释这个 八条目的先后顺序 杨明回答说 此正详详言 正是详细说明 这个此就是八条目 这八条目正是要详细的说明 明得清明 子智善 智公也 明得清明 子智善是三纲领 这个公 这三纲领的实现 实现 这叫公 好 他底下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说明 格物自自 诚意正心 是吧 修身 那么物 格物的物 自知的知 诚意的意 正心的心 修身的那个身 先取出来 他先后的条理是什么 身心意自物 看到吧 这样一个次第吧 顺序吧 他把这个顺序说成什么 解释为 公复所用之条理 这个所用两字还不能缺 好 再排另外一个顺序 前面是把格物的物取出来 把自知的知取出来 把诚意的义取出来 把正心的心取出来 把修身的身取出来 现在剩下的再排个顺序 各自成正 修 这样一个顺序 杨明春序为什么 条理所用自功夫 他就排了两个顺序了 身心意自物 这个顺序 叫功夫所用的条理 下功夫啊 整个八条目都是什么 三纲领自功 实现三纲领所用的功夫 实现明德清明 自至善所用的功夫 功夫用在什么上面 用在身心意自物 叫功夫所用之条理 然后又排一个顺序了 各自成正修 条理所用的功夫 然后他都说了 说了这样的说明 虽意各有其所 就各有他的位置啊 心的位置在哪里 在生于义之间吧 知的位置在义和物之间吧 不是各有其所吗 而其实只是一物 同一却是 各自成正修者 是条理所用之功夫 虽然也有不同的名村 各有其名 而其实只是一事 把他们分开来说 讲次第 那杨明说 其实他们部分 是统一的 是业以贯之的 以身心而言 身于心而言 杨明接着说 何谓身心之形体 运用之位也 这叫身于心是吧 如果把身和心倒一倒呢 何谓身身之灵明 主宰之位也 心是身的主宰 身是心的形体 心借用身来得到运用 身是心之形体吧 对吧 那么讲心和身 那么就心主宰身 那叫心就是灵明 好 心是灵明是吧 身是什么 形体 那么何为修身呢 我们视听言动 是不是离不开我们的身体啊 这里的身 这个body 不是生物学研究的对象 人体 不是这个 是指什么 视听言动 我们靠眼睛看吧 耳朵听吧 开口说话了吧 嘴呀 这口啊 然后我们要做事情吧 动啊 视听言动 不就是我们的body 这个身体吗 如何修呢 就我们看 我们听 我们说 我们动 我们言说 我们的行为 怎么叫修 为善而去恶 为善而去恶之谓也 这叫叫修身 我们 我们如何看 如何听 如何说话 如何行为 在我们 视听言动之中 把恶 把恶去了 让视听言动成为为善 那就是修身 恶标 我身自己能够为善而去恶吗 不可能吧 我们看了 我们听了 能不能正而不邪呢 所谓非礼物事 不邪而正 我们听也是不邪而正 我们说话 不达妄语 不邪而正 是我们的身体能自己做到的吗 我们的眼睛能看绘画作品吧 能够看 这叫四肢正眼 能生美 而不去看丑恶的东西 我们的耳朵能听音乐呢 谁在听耳朵在听吗 心在听 我们欣赏绘画作品是眼睛在看 对呀离不开眼睛 但是我们为什么说这幅作品好 它美 美和善是同一的 心发现了它美 心驱动什么 眼睛啊 非言而别生 能视听言动 心让他们 视听言动 对吗 所以 于是这个道理不就来了吗 什么叫修身 故欲修其生者 必在于 先正其心 那么 底下又一个疑问之来要来 阳明自问自答的 然心之本体 则信也 有能性吗 信无不善 心之本体 本无不正也 本来都是正的嘛 何需要正心呢 是不是这个道理 天命自为信 天命让我们成就为人性 人性的自我领会 叫心 灵明 这叫心之本体吧 本来自天命啊 每个人的心体都是正的 何须正也 本正的心体还要正吗 不需要正的 何从而用其正知之功夫 要把心正了的这功 是要这么下吗 怎么下呢 盖 底下他回答了 盖 心之本体 本无不正 其意念发动 而后有不正 现在谈到意这件事情上来 心之本体 本来就正 问题做在什么 心起念了吧 叫意念发动 这个意念发动 会有什么 不正 这跟禅宗讲的一样啊 禅宗不是修心的法门吗 心和念 我们知道了 心起念了 这个念 心怎么会起念 遇到事情了吗 遇到事情之后呢 念就起来了嘛 什么叫念 禅宗讲的念 我说明过 他不能用英语idea来翻译的 不是观念 观念在头脑中 念是一份情感 遇到事情 如果这个事情是把它放在二项中了 这是好事 那是坏事 这是福 那是祸 这是利 那是害 这是德 那是事 这样一来 心起了 什么念 去高必低 去贵必见 去得必舍 去利必害 去福必获 去乐必苦 这叫念 这一念起来 会有不正 所以不要把念本身当成心啊 我们常犯这样的错误啊 慧可当年就这样 慧可去找达摩了吧 达摩 达摩终于看他的决心强大嘛 决心很大嘛 慧可断了自己的左臂嘛 达摩接见他了 慧可跟达摩说 我心不安 祈求你师父来帮我安心 达摩回答说 安心 好啊 把你的心交给我 我语如安 我帮你来安 慧可接下去沉默 沉默良久 终于说了一句话 欲求自信 了不可得 欲求自信 了不可得 慧可刚说完这句话 达摩立刻来了一句 一句话 来了一句话 欲如安心静 我已经帮你把心安好了 这个静就是完成的意思啊 欲如安心静 完成了 我已经帮你把心安好了 达摩一说出这句话来 慧可言下大悟 来想一想这段对话 达摩是禅宗祖师 真有本事啊 慧可前来请求他们 我心不安 请你师父帮我安心 达摩立刻明白了 什么不安 不是心不安 念不安 我们有种种的念嘛 始念彼念 跳跃不定啊 像个呼声一样的 这个念都跳起来了 我打坐是吧 他怎么 我这个心怎么又起了个念 摁住他 把它这里摁下去 那里又跳出来了 是不是这样 你要教我帮你安心 其实你就是念 所以达摩有意思了 你不是教我安心吗 把心交给我吗 交给我帮你安 这时候慧可沉默良就在干嘛 找这个心呢 后来发现他找到了全是念 终于说了 欲求之心 了不可得 我总不能把这念 拿出来叫你安呀 我此刻想做复旦教授 没做成吗 这个念吧 慧可 达摩 你能不能告诉我 怎么才能做上教授 会讨论这问题吗 对吧 这是个念 你把念拿出来 请教禅宗主持 有意思吗 你炒股失败了 你买的那些股票 全亏光了 欠债多很大 然后不知道怎么办 找到禅宗主持了 你不是心不安吗 有那个念没安吗 你跟禅宗主持说 我怎么办 我在股市上亏损了 我大半的财产 张宗主持 这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总不见得上网查一查 股市未来的趋势会怎样 然后来帮你按这个念 没关系 将来会回来的 有意思吗 这个例子说明什么 禅宗真是启发王阳明的 心之本体 本无不正啊 对吧 然后他一年来了 又遇到事情了 于是就有不正 所谓正心 其实就是什么 诚意 心有什么要正的呢 心本是正的嘛 所以讲正心 必须是什么 讲诚意 故越正其心者 必就其意念之所发而正之 凡其发意念而善也 什么叫意念而善 好之如真 真如好好色 这叫一年而善 怎么叫一年而善 好 好是不是情感 喜好啊 这是不是情感 这不是idea吧 这个好是什么 真正的向往了 如好好色 如好美好的事物 是吗 这不就是善吗 这叫发一年而善 发一年而悟 这里不是 不是罪恶的恶 不是善恶的恶 是一个什么 动词 恨 物之真如物恶臭 这样的意念无不成 而心可正义 其实正心就是什么 诚意啊 诚心乃是诚意之功夫 诚意之功夫 成其义 就是我们把这封情感 我们意念发动 就是情感起来 遇到事情情感起来 这封情感 如何就其本来 看清楚它 这封喜哪里来 这封怒哪里来 这封忧哪里来 所以当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 我们不是情感起变化吗 停一停 必须马上跟着这封情感走掉了 停一停问一问 我这封喜 因何而喜 我这封怒 因何而怒 我这封忧 因何而忧 我这封惧 因何而去 问一问自己的喜怒 又惧的根源 这就是下诚意的功夫 会发现 这封喜 这封怒 这封忧 这封惧 有问题 它来自小我 失欲之遮蔽 来自一个屈蔽之心 来自一个求奴役的心 去而得之 必而免之 叫奴役 去而不得 必而未免 叫不奴役 于是不奴役 就是烦恼呀 对吗 情感起来 停一停 问一问 这叫诚意的功夫 若诚意的功夫下了 发现 我这封喜 本当喜 而不是出于 小我的思欲 我这封怒 本当怒 因为它是 心体之人 让我喜了 让我怒了 心很大 心之本体 不从狭隘的 小我之思欲中 起那个情感的变化 然一之所发 有善有恶 义本身 并不能明白 自己是善还是恶 我这个音言起来 不明白的吧 每每 真妄 挫扎 有真有妄 妄就是虚妄 我想要成知 不知道该怎么明白 他是善还是恶 故 越成其一者 必在于自知 这个知是什么 良知 不是头脑的认知 知者 自也 就到达 自良知 这个字 其实就到达的意思吧 智者 自也 如 云 上 自父 哀 自自 假如我们 社区的亲人 不叫上吗 于是什么 被哀 来了 哀 自 自 来了 换言之 自自 自 自 就是到达的意思 自自者 自也 这 讲这是在说小学的功夫了 就说文解制的功夫了 对吧 自知云者 非落后庐 所谓 充阔其知识之未也 后庐是谁呀 宋朝的儒家 包括朱细 有这样的解释 自自者就是 充阔了知识 我们于一事一物上 求天理 越求越多 因为我们了解事物很多 隔了那么多物是吧 扩充了吧 杨明说 自自不是这种意思 不是自设的争夺 扩充 而是什么 自五心之 良知焉耳 我们五心 我们的心 本有的良知 他来了 良知者 梦之所谓 是非之心 人皆有知者也 是非之心 不带律而知 不带学而能 顾名之为 良知 就是本有的 不律而知 不学而能 不就是良知吗 为什么 人人都具备呢 事乃天命之心 五心之 奔体 自然 临遭明觉 则也 前面讲 诚意是吧 诚意才是 真正的证心 心本无证与不证 本是证的 那么下诚意的功夫 那么这个诚的功夫 如何下 把良知 领到场 良知能人 都具备 良知总是在的 只是我们 有时候 故意的 不去看他 五心之良知 无有不自知者 自己本知道的吧 其善于 为五心之良知 自知 本就知道 其不善于 亦为五心之良知 自知之 世皆无所欲 与他人者也 跟他人没关系 信不信这一点呢 假如我这念起来 是善的 这个意念是善的 我良知本知道的 假如我这个意念起来 是恶的 我良知 也本就知道 信不信 底下王阳明说 我们要相信 是这么回事 故 他在某些场合就做坏事啊 或者在独处的时候 什么都敢干是吧 突然君子来了 然其见君子 必厌然 厌其不善 而做其善者 他遇到君子了 他不好意思了吧 他要掩盖他的不善 还要把他的善 表现出来 这一点说明什么 亦可以见其良知 之有 不容于自媚 则也 你自己要 隐瞒自己的良知 这良知 不允许你自己隐瞒他 当然君子来了 你马上掩盖自己了吧 把自己好的一面 给人家看 是不是会这样 这表面这小人 良知在吗 在的嘛 这叫良知 自有 不容于自媚 则也 自己隐瞒 是其实隐瞒不了 所以自知 是良知的到达 当良知到达的时候 就能够下诚意的功夫 不要隐瞒和拒绝 遮盖 便能诚意了 因为良知 在做判断的 良知 也在对你 自己的意念 做判断的 善念还是恶念 所以什么叫诚意啊 我们跳开几行 来看 竟于良知之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诚意啊 这就是诚意 诚意就是不自欺 有一个诚意叫自欺 还欺人 自欺欺人 不自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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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异成了 有时候 我们经常自欺 把自己的良知 遮蔽了 或回避了 其实他在 比方说兄弟姐妹 之间 对博工堂 争夺财产了 这么多的双方 其实对对方 都了解了 世上 进去之后 兄弟当中 有人发财了 有人下岗了 是吧 父母留下的房子 该怎么分 落良知 起来是怎样的 帮助落者 你有那么多钱 你已经有两套房子了 你的弟弟到现在 没房子的 就靠父母留下的 那个房子住着的 在这种情况下 你若不自欺 会怎么样 哥哥就把房子 给了弟弟 没任何问题 我们是兄弟 守住之情 你的生活 我关怀着呢 这不是良知吗 偏要自欺 偏讲一个 我也有份 偏要来 那房子 姑娘让弟弟住了 把钱掏出来 我这一份 值多少钱 这房子 如果分一半 分一半 一分为二 这一半值多少钱 这钱你都给我 否则你这房子 也不能住 我讲的不是虚构的事 真实的事 我的中学同学 遇到的 他义不成了吧 他向往那一半的 钱呢 一半的房产 为什么说他义不成啊 你向往一半的房产 也没什么错吧 为什么义不成呢 自欺 自欺其良知 不自欺其良知 而亦可成也 就这句话 最为关键 没什么玄妙 很简单 我们下诚意的功夫 就是提醒自己 本有的良知 让他起来 别去遮蔽他 别去推开他 推开他 他叫自欺 自己欺负了自己朋友的良知 那么底下看下去啊 在什么情况下 我们可能欺了自己的良知 或者不自欺良知呢 不自欺 欺良知呢 是因为遇到事 然欺负其良知 让良知到达 是吧 到来 一起影响 恍惚而悬空 无舍之未夫 良知的到来 是悬空的吗 是必舍有其事 也就是 真遇到事了 故自知 必在于格物 终于讲到格物了吧 杨明对格物做了怎样的解释 这物不是外部事物 物是事情 物者事也 凡一之所发 必有其事 我们的心体本来不动啊 对吧 遇到事 起念了 叫一年 一年发了吧 为什么一年发 有私信了吧 没有私信发什么一年的 凡一之所发 必有其事 一之所在的事 便存去为什么 物 不是那个具体的东西 而是那事情 格者 什么意思 正业 正其不正 以归于正 这叫格 什么叫正其不正 不正就是恶 正其不正就是去恶 然后归于正 叫为善 现在我们知道 杨明对格物 做了怎样的说明 格物 格者正也 物者事也 格物就是正事 这个正是动词 不是形容词 假如是形容词 这叫正确的事 是吧 它是动词 事是兵语 动兵关系 正事 就是把事 做对了 是吗 这是格物 本有的意思 杨明对格物的解释 跟朱熹完全不同了吧 在朱熹那里 叫于一事一物上 求天理 是吗 而杨明说的是 能遇到的事情 人生在世 必有誓言 你总遇到事了吧 遇到事 什么情况下遇到事 意念发了 就是什么 情感变化了 一切事情都是心事 心外没事 所以心事来了嘛 就遇到事了 然后你怎么办 正知啊 这叫格物 因为遇到事 能够正事 那叫良知什么 真来了 故什么 自知 必在于 格物 没遇到事情 也谈不上 要让良知到达 是吗 遇到事嘛 要良知到达 那么什么情况下 良知到达 你想明白了 把事做对了 这是你的愿望 把事做对 这个愿望 就让良知到达 让良知在场 让良知来做判断 我们有时候 真是犹豫不决 在厉害 都是直接彷徨 徘徊 优柔寡断 迟疑 怀疑 事情总悬而不决 是吧 没有下 自知的功夫 自知的功夫 就是因为诚意 看清楚这个意 本身诚与非诚 诚还是不诚 谁判断 良知来了 良知一来 你便把事情做对了 叫格物 看来都是一提的吧 正心诚意 再往前 自知 再往前 格物 师父要从格物开始 不对 倒是什么 遇到事情 心要证 心本来证 于是 下诚意的功夫 于是诚意 就是证心的功夫 那么诚意又如何 诚意 要让良知做判断 良知做判断 这件事 如何可能 因为遇到事 想要把事情做对了 这是不是一提的 一提的 格物 自知 诚意 证心 是一提的 各自成正的功夫下了 这叫修身 修身就是要证心 因为心是 生的主宰 生的主宰 生是形体 这个形体 让我们生活在这世界上 视听言动 我们眼睛看耳朵听 嘴巴开口说话 身体行动 并不是他们自己要动 眼睛没向自己看 心让他去看东西 耳朵 当然是没有耳朵 听不了 但是心 让耳朵 去听了吧 视听言动 都起自于心 所以我们的心 都在视听言动上 如果不正 就协视 协听 协言 协动 所以要正心了 正心的心 本没有不正 那么就一年发动 有善有恶 是吗 有善有恶之后呢 就要 为善去恶了 那么你要真知道 什么是善恶了 谁告诉你善恶 说得a 我已经算了 我现在不出现了 十分之后 是善恶了 我 不